安马王子李志凯勤奋练习 曾在东奥替台湾摘下体操男子安马银牌 最近在体操世界杯杜哈战拿下第二名 夺得高分 但因积分不够和第一名差0.1分 无法提前抢下巴黎奥运资格 赛前李志凯在脸书po文帮自己加油呐喊 写下勇敢踏出最后一步 用尽一切能力燃烧殆尽 无奈最后屈君银牌 又无缘提早取得奥运门票 根据平面媒体报道 教练林玉信赛后怒批 比赛硬生生被做掉 裁判全是中东国家的人 冠军严重失误 但总分还很高 全场哗然 又提到李志凯的动作难度 流畅度都有提升 分数却跟预赛一样 叫人怎么服气 没关系啦 就是运动员难免会经历到这些事情 可是他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最棒 最优秀的孩子了 李志凯想在拼进巴黎奥运 有两个方法 五月牙锦赛拼全能金牌 但这并非他的强项 或者以外卡身份拿到资格 但难度也很高 预计22号凌晨 李志凯抵达桃源机场 反台后休息 调整状态将继续在厂上发光发热 三连新闻 刘舍是台北